一大早成大醫院 掛號民眾已經大排長龍 不論大病小病都想往大醫院跑 這樣的亂象在台灣很常見 為了落實中央分級醫療政策 成大醫院當期領頭羊 宣布7月1日起 週六門診全面喊咖 也加強了我們跟這個基層診所 社區醫院等等 之間的轉轉以及合作 我們的這個任務等等 那絕對不是以成本來當作考量 避免醫學中心淪為輕症量飯店 醫院宣布週六停止看診 但仍會保持急診24小時全年無休 集中資源強化急重症治療 出現雖是好意 但也不僅引起民眾擔心 會因此醫療權益受損 什麼時候要發生問題也不知道 大家慢慢的實驗就知道 拜託不能拍片 就不能過來就是要請家還是要怎樣 也不能說讓醫生都不能休息 就是禮拜六有一個彈性的時間 我可能如果有急事的話 可能要掛急診 有一點不方便 從民眾反應看來要改變醫療習慣 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但現在成大醫院開全國第一槍 也期盼醫院做好向下轉診 讓輕症患者以及穩定慢性病患 改往基層分流 政府制度和民眾觀念並進 才能有效落實分級醫療 歡迎新聞成員會張苑村台南報導 請給これ 在劇院這裏 在劇院 在劇院 逛了